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 我今天要來做一個包包Review的影片 那就是這一款YSL Median College Handbag 那這款我是2017年9月在米蘭玩的時候購錄的 到現在已經有9月的時間了 所以我來想說和你們分享一下這款包包的使用心得 那有一些粉絲就是在我的Instagram看我背這款包包 然後覺得很好看 所以我今天就來特地做一個視頻 和你們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那這款包包是我當時完全沒有放入購入清淡的一款包 我本來那時候是想要買Chanel Gabriel Backpack 還有LV的Mini Pond Spring Backpack 但是那時候早片整個義大利都沒有找到 所以呢我那時候就進去YSL的店看 然後就看到這款包試背了一下 我男朋友就覺得這個超好看的 我覺得你可以買這一款 這款包購入的有一點意外 你們可以看到這款包它的樣式是非常經典的一款大雪包 然後它很有個性的感覺 不是屬於很很熟女風很甜美的感覺 這款包包它總共有三個尺寸 它有Mini的還有Median還有Large 那我買的是Median的尺寸是1790欧 我有很多Mini尺寸的包包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那買一個Median好了 反正可以裝比較多東西 那大的話我覺得對我的身高來說 有點太大 而且價錢又更貴嘛 因為我的身高沒有很高 我是159公分的 那我覺得Median還蠻適合我的 給你們進看一下 那它是羊皮的皮革 雖然它是羊皮但是它超級耐刮的 因為我是一個還蠻出心大意的人 如果我買像Chanel的那種羊皮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馬上就會刮到了 對那它這款羊皮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它非常耐刮 這個很像荔枝皮的羊皮 然後它的這個金屬扣也是做的這種復古的感覺 然後也是霧面的霧面金屬 這裡有一個handle 那後面它是這裡還有做一個袋子 這個很方便你可以放一些就是 車票啦或者是我很常放手機 這蠻不容易被偷的 但是你可以就是很方便就直接拿手機 現在就是手機不離身嘛 3不50就會拿手機來畫一下 再來是這個鏈條的部分 它的鏈條做的還蠻粗的 就還蠻剛硬的那種感覺 那也是這種霧面復古的金屬質感 那包包鏈條很重要 這裡一定要有一部分是皮質的 這樣背起來比較不會舒服 因為如果你金屬鏈條背久了 然後包包本身又不輕的話 肩膀會很痛 那它這個的話就很好 就是這個部分是皮的 所以你背在身上的話 比較不會有一直被勒的感覺 它這個金屬鏈條有一個加分的重點 也是它是可以這樣解開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這樣子提著它出門 那基本上我都是把它扣住的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的部分 裡面的部分它是做這種兩層 這裡第一層是比較大的空間 它甚至可以放一本書 後面這裡就是可以放一些文件 就比較扁的東西 然後它有做這個卡架 那中間它分層的地方 它有做一個拉鍊 也是可以放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小東西之類的 它裡面分層可以讓你做一些包包分類的收納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的設計 然後這裡的部分就是有它的 Saint Laurent Paris 金屬扣這邊它有做Saint Laurent的壓紋 然後另外一面是Paris 好它的面積是24x17x6.5cm 是Made in Italy 然後是羊皮的剛剛有提到 這款包包的金屬扣有分三個顏色 有這個銀灰色的還有金色的 還有一個是亮面的金屬 這三款筆下我覺得就是銀灰色金屬扣是最好看 比較酷酷有個性符合這款包 帶給人家帶來的一個感覺 金色的就是像這樣子的顏色 這個卡架 它們是一家人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包包的空間 到底可以裝多少東西 那首先 剛剛我有提到就是這個包包 甚至可以裝一本書 那我就拿我這個筆記本 看起來蠻大 有點很大 然後它可以塞進去 放在最前面那一格它是可以塞進去的 給你們看一下 看就剛剛好 也是可以合起來的 前面大概也就沒什麼空間 但我們還是可以來測試一下 我來放一下我這個收納護照的一個小包 好 那後面的部分呢 就來放這個眼鏡 卡架 帶鑰匙包 小香水 唇膏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放下一本書的話 給你們看一下 有點緊繃 然後後面 還可以再放手機 沒錯 好 這就是它的極限了 我覺得 這個包包 還有一點是 它是 不是那種硬的 它是有點軟的 所以 它是可以有被撐大的空間的 那愛書人士的話 你要看看你的書會不會太大 就是不要超過它的面積 接下來我要拿這一款包跟 GG Marmo來做比較 因為有兩個粉絲問我 可不可以拿 這兩款包來做比較 因為他們本來是想要買這一款 但是看到我被YSL College Bag 很好看 就是也有點心動 好那我這就是來為他們兩位解答的 那如果其他人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繼續看下去 再給你們看一下他們兩個 比起來的大小 我的這款GG Marmo 是mini的尺寸 面積是22x13x6公分 它的價錢是1390歐 那它這個有漲過價 之前我購入的時候是1290歐 如果以就是比較相近的面積來 和這款包比的話 GG Marmo Small的尺寸 比較和這款相近 所以和你們提一下 你們可以做一下比較 GG Marmo Small的尺寸是 26x15x7公分 那這款是24x17x6.5公分 Small的價錢是1590歐 那這款是1790歐 就是差了200歐元 這款包比下來說還是比GG Marmo貴一點 這款GG Marmo是牛皮的 雖然它是牛皮的 但我覺得它這款跟 YSL大學包比起來的話 比較不耐刮 就是 以皮質脆弱程度來說 它這款比較脆弱 而且它比較會有 皺褶產生的問題 你看像 這邊 就有這個皺褶 還有這裡 背面的話它這個是有小愛心 然後我的小愛心上面 有那個皺褶了 所以這款包是會老化的 慢慢會有皺褶產生 這款包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本來就是 故意做的是有那種皺皺的感覺 這款包金屬的部分是 它是只有金色的顏色 然後也是做的像這種 復古仿舊霧面質感 它的重點就是這個Double G 它這個設計 就一直讓我聯想到一個 好像這是它的鼻子 就是一個臉 然後這個是它的鼻子 很長的鼻子 有點大象的感覺 它的壓紋也是很有它的特色 YSL的包包它相對比起來 就是你有沒有感覺到 就是比較酷有個性的感覺 那這款的話 就比較甜美吧 就是沒有那麼有個性 那給你們看一下這款裡面的樣子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裡面是雞皮的 這裡有一個小口袋 可以裝一些東西 內部的設計的話就沒有 像YSL裡面還有那個分層的設計 然後它這個Smoke尺寸的話 它也是有做一個口袋 然後裡面是有拉鍊的 但我的是Mini是沒有那個拉鍊的 以空間來說的話 因為我 我的是兩個不同尺寸 所以也不能拿它們來比 就是有點不公平 那以價錢來說的話 YSL會比Wooji Marmor貴一點點 那以皮革來說的話 這一款是羊皮 這一款是牛皮 但是 YSL College Best是更耐刮 然後以流行性來說的話 這兩款都還在流行當中 那這款的話是相對更久 因為畢竟它也出的比較早 YSL College Bag是2015年出的 然後 Gooji Marmor是2016年出的 反正這兩款包出的時候都是 當時它們自家品牌的e-bag Gooji Marmor也不用我多講 它們這幾年就是爆紅 因為換了一個藝術總件 然後整個就是很受時尚界啊 年輕人的喜愛 然後這個你可以在IG超級常看到 大家都在背這款包前一陣子 但是這款包的熱度 我覺得有一點點降下來 沒有像前陣子那麼高 對 因為反正每年都出新的 每年大家都要背最新的 以我現在的喜好來說的話 我更喜歡 YSL的學院包 比較沒有那麼trend 那Gooji的話是比較trend的 以Gooji來說的話 他們每出一個新的包 大家就會轉往那個新的包款去背 那這款來說的話還是很流行 大家還是都有在背 這款包就比較timeless 可以背比較久吧 再來 YSL它有這個handle 但是Gooji Marmor沒有的 但是Gooji Marmor有別款 也是有handle的 所以喜歡有這個手把的人士 然後又操戴Gooji的話 就可以考慮他們那個其他的包款 再來後面 就我剛剛說的這個口袋嘛 YSL的學院包有口袋 但是 其實後面就是一個愛心 沒有口袋 所以後面沒有辦法再裝東西了 也不能說缺點 就是他們的設計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是這樣子 壓 這邊有一個扣子壓 打開 那 YSL的話就是吸鐵式的 那我現在來試背這兩款包 給你們比較一下它背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好那我現在兩款包都背在身上了 那他們的鞋背起來長度是差不多的 YSL Coach Black會比較長一點點 MING PAO 好那今天的包包分享就到這裡結束 那你們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說 你比較喜歡哪一款包包 這兩款包都是他們各家的e-bag 我覺得有一點難抉擇 每個人的喜好和需求都不一樣 就是看個人 那也可以和我分享一下你的使用心得 或者是你最後買的哪一款包 都可以和我分享 那我也會貼肉物連結在下面 你們就是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